欢迎回来下面进行学习第十九章所的税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的是第十九章第四节 电源所的资产及负债的确认和纪量 在没有讲解具体内容之前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节的基本内容 第一个支点是关于电源所的税负债的确认和纪量 结合一万年度的考试情况是可以出主关题的 第二支点是关于电源所的资产的确认和纪量 当结合一万年度的考试情况 那么会存在了一个计算的问题 而且通常也会出主关题 当然是结合教材中的其他内容 第三个支点是特殊交易事项 涉及电源所的税的确认和纪量 第四个支点是关于市中税变化 对已经确认电源所的资产和电源所的税负债的影响 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我们这一节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也是要结合一万年度的考试情况 通常会结合教材中的其他内容出主关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支点 是关于电源所的税负债的确认和纪量 先说一下这个确认的一般原则 那么除了所得事准则明确规定 可不确认电源所的税负债的情况以外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都可以用来确认电源所的负债 有些情形 按照第十八号认则的规定 是不能确认电源所的负债 当然哪些情形 不能确认电源所的负债 那么这些情况 我们后面马上就会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那么除了这些情况之外 那么企业对于所有的 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均硬确认相关的电源所的负债 当然我们在确认电源所的负债的时候 那就代计比如说代计电源所的负债 那对于科目是什么 那准则又说了 出值接近的所有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 以及合并中取得的资产负债相关以外 我们在确认电源所的负债的同时 是要增加的议认表中的所得事费用 借记所得事费用 代计电源所的负债 这里边我们作为相机 那就是我们在确认电源所的负债的同时 那么对方的科目或者项目 应该是什么项目 那么在确认电源所的负债时 如果这个交易或者是事项 那么它影响到了跨地利润 或者是影响了电源所的负债 那么这个相关的所得税的影响 应当作为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的 一个组成部分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交易或者事项 它影响了利润 影响了英纳税所得额 那么这个我们在确认电源所的税负债的同时 还要记录到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重斗得斗 重刮得刮 你交易事项影响什么 那我这个电源所的税负债呢 我也要记录到哪里面 也要记录到的 相关的科目里边去 所以你影响快级利润 影响英纳税所得额 我当然呢需要把这个所得税的影响要记录到的所得税费用 第二点 与直接记录所得的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关的 也就是说这个交易或者事项呢 它是记录到了所得权益的 而这个所得税的影响也是要记录到的所得权益里边去 所以交易事项是要记录到所得权益 那么这个交易事项相关的所得的影响也是要记录到的所得权益 增加或者是呢减少所得权益 那么第三点 对于企业合并产生的相关的电源所得的影响 我们是要调整的购买日 应当确认的商业 或者是呢记录到的当期损益 这里边呢就要注意的是 我调整什么 调整商业 后面呢我们会举个例题 或者是呢给它记录到的当期损益 这个是关于所得税的影响 一方面比如说确认地缘所得负债 另外一方面应该记得到哪里边去 然后这些内容呢 是我们在学习主观体 比如说编制快点分钟的时候呢 就要特别小心的 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九章的第十七个例题 隧道的关于地缘所得税负债的确认问题 假如公司于20某一年的12月底 购入一坛地址设备成本是五十二五千 成本是五十二五千 那么预计使用年限呢 是六年预计净残值是零 那么快据上呢 采用的是直线法进行折旧 因为这个设备呢 是符合税法规定的税收又会调节 继税时可以采用呢 年硕总额法进行折旧 然后假定税法规定的使用年限和净残值 均与快据相同 那就是按照税法规定 我们来进行折旧的时候 也是按照六年呢来进行折旧 净残值呢也是零 当然在积累时呢 对于采用的是什么 年硕总额法 快据上呢 采用的是直线法 那我本例中假定 该公司各快据期间 均未对固定资产的积极检与准备 那除该向固定资产产生的 快据税法之间的差异之外 不存在其他快据与税收的差异 该公司每年因为固定资产的 专门价值和计税基础不同 应当预确认的地盐所得税的情况 如下载所示 当然就教材这个例题来说 这个表格的前列呢 算是一支条件 但是这里边呢 我们还要说明一下 关于这个计算表 那每一个项目 那基额是如何呢 来进行计算的 这里边呢 我们只介绍了202年 其他年费呢 都是按照这个套路来进行计算 那首先是关于实际成本 那实际成本是做一支条件 因为它的成本就是 52万5千是一个死数 那么累计跨计者就 累计快计者就自然是按照 快计准则的规定呢 所计题的折旧 那按照刚才呢 我们对资料的这么一个阅读啊 快计上采用的是直线法 然后六年进三之一 202年 当然也是计题折旧的第一年 因为它是在202年 是2月31号呢 购入的 那个当月增加 当月不提 从下月开始计题 你从202年的1月1号开始计题 所以202年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年 那又直接根据呢 成本 那成本也就是52万5千 因为净残值呢是零 所以呢 直接除以6就可以了 那么计算的结果呢 就是87500 所以计算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根据呢 所给的相关资料 该公司各块期间呢 没有对固定资产呢 具体检计准备 所以呢 它的账面价值 那就是52万5千 减去呢 87500 那么计算的结果就是 43万7500 这是账面价值 紧张往下看叫 累计计税折救 那么累计计税折救呢 指的是按照税法的规定 所计算的2022年的折救 是按照税法的规定 才能是年硕总和法 年限呢 还是6年 那6年呢 年硕总和呢 1加2加3加4加5加6 所以年硕总和多少呢 是21 因为2022年呢 它是第一年 所以呢 2022年按照税法的规定 所计题的折救 那就是52万5千 然后乘以呢 21分之六 那么这个计算结果呢 那就是15万 成本是多少呢 53万5千 2022年累计计税折救是15万 那就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 关于呢 这个计税基础 因为资产的计算基础 是等于它的成本 减去呢 按照税法规定 已经税前呢 扣除的金额 所以呢 是52万5千 减去呢 15万 那么计算的结果就是 37万5千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成本 52万5千 减去多少呢 减去呢 15万 那么这个计算的结果呢 就是37万5千 那好 账面价值呢 算出来 那基础基础数也算出来了 而且呢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是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呢 资产的基础 那就说金额不相等会有一个差异 那差异就是 43万7千5百 减去呢 37万5千 那么计算的结果呢 就是6万2500 因为是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资产基础 所以这个差异呢 又把它称之为呢 印纳税暂时应用差异 那么印纳税暂时应用差异 计算的结果是 6万2500 6万2500 乘以呢 使用税率呢 25% 所以呢 地研所得税负债 2022年12月31号 它的余额呢 就是15625 那么以后年度呢 也是按照这种方法呢 来进行呢 相当计算 这里面呢 我们就补赞的进行乘复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科学下 把2023年 一直到2022年 把这其他内容呢 给它填完整 那这个计算表项目填定 说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呢 相应的账用处理了 我们先试一下 2022年资产出代表日 实际上就是2022年的 12月31号 账面价值 根据计算表呢 已经算过了 多少呢 43万7500 账面价值 基础基础呢 也算过了 多少呢 37万5000 因为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 43万7500 它是大于呢 其计算基础呢 是37万5000 所以两者之间呢 会产生一个 62500的差异 当然这个差异呢 它是属于呢 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因为是资产的账面价值 大于呢 资产的计算基础 所以形成一个 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而这个应纳税暂时应差异呢 它会导致呢 未来所得税的多奖 因为你当期少奖 你未来呢 就要多奖 今天是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自然是要确认 相关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就是62500乘以呢 使用所得税率 半大15 所以呢 确认地盐所得税 负债多少呢 15625 好 那就借记呢 所得税费用大计呢 地盐所得负债 时间来到了20某三年 20某三年 根据刚才我们讲的计算比 20某三年 账面价值是35万 计税基础 按照呢 我们前面所讲的 资产几率基础 它的计算公式 根据呢 它的成本减去呢 已经在税前呢 扣除的金额 计算结果呢 是25万 因为资产账面价值 大于呢 资产的计算基础 所以呢 形成的一个差异呢 把它称之为呢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是要确认呢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那么差异是多少呢 35万减去呢 20万计算 结果是10万 10万乘以实用所得税率呢 25% 所以呢 应当确认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是 25000 那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的是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它是一个10点指标 所以呢 这个25000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203年的12月31号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期末应有数 或者叫账面应有数是多少呢 是25000 但是账面上已经有多少呢 账面应有数是多少 那就是15625 我们当然需要把 以有要调整为应有 要把15625 调整为应该是多少 25000 当然需要做一个调整的 地盐所得税负债 它的增加呢 需要记得贷方的 代记地盐所得税负债 借记什么呢 借记所得费用 2054年12月31号 账面价值 262,500 根据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计算表 那基础基础 15万 资产账面价值 大于资产基础 两者呢 会产生一个 11万2500的差异 这个差异呢 是属于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 因纳税暂时性差异呢 是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那确认多少地盐所得负债呢 有10万2500 乘以的 百分账数 计算结果是28125 当然这个28125呢 还是刚才我们讲就是 2054年131号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期末应有数 但是账面上已经有了多少呢 账面上的以有数是多少 那就是25000 我当然需要把这个 以有数了 要调整为应有数 要把25000 要调整为28125 肯定是要做一个调整 调整多少呢 3125 那么 负债增加地盐所得税负债 借所有得税费 2055年 账面价值 根据刚才讲的计算表 17万5000 计税基础 75000 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大于 靠到计则基础 所以两种呢 会形成一个10万的差异 当然这个差异呢 是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是要确认的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那确认多少地盐所得税负债呢 我们根据呢 10万乘以的 适用所得税负债呢 反正25 所以呢 2055年的12月31号 应确认的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应该是25000 也就是说 这个25000呢 是截至2055年的 12月31号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一个应有说 但是呢 以有说是多少呢 以有说也是已知条件了 28125 还是要把这个 以有调整为应有 这个是要做调解 因为它的期初呢 是28125 这个应有呢 是25000 所以呢 我们是要做一个 做一个调解 调解多少呢 调解3125 地盐所得税负债它的减少呢 是寄带借方的 那由借记呢 地盐所得税负债 代记呢 所得税费用 所以你看我们在编制呢 相关快速费路的时候 我们是先确定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那时间呢 来到了206年 206年 206年 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是 87500 替税基础是25000 那么是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呢 大于它的记者基础 会形成一个 62500的差异 这个差异呢 是印纳税暂时性差异 印纳税暂时性差异呢 是要确定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那也就是说206年 12月31号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这个应有数 那么应有数呢 是15625 是应有数 但是已有多少呢 是已有呢 25000 我们需要把这个已有呢 调整为应有 就是说把这个25000 我要给它调整为15625 肯定是要做一个调解 调解多少呢 实际上就25000减弃的 15625 需要调解呢 9375 地盐所得税负债呢 它的减少呢 是要记载借方的 所以我们是借记呢 地盐所得税负债 代记呢 所得税费用 好 时间呢 来到了207年 207年 固定资产的专门价值 和计税基础呢 就于0 那根据呢 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这个计算表 207年 专门价值呢 是0 那计税基础呢 也是0 那就说根本就没有暂时性差异 那如果没有暂时性差异的情况下 207年的1231号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应有数是多少呢 因为都是0 所以呢 两者之间呢 根本就不存在呢 暂时性差异 那如果说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那就说地盐所得税负债 207年1231 它的应有数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是0 但是账面上地盐所得税负债可是有的 那也就说账面上是有多少 那就是1562 那就说在没有207年 在没有账务处理之前 地盐所得负债资产负债表上还是有的 多少呢 是15625 那也就说 以有数是15625 我们需要把这个以有要调整为应有 应该是0 那就调解嘛 调解15625 地盐所得负债的 它的减少是积债借房 那是借记呢 地盐所得负债 但呢 但所得是费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教材的这么一个立体 这里边呢 我们需要说一下 就教材这个立体呢 那么它的出题点在什么地方 那还要结合一下呢 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这个计算表 那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就像教材这个立体 它可能会要求我们来计算一下 比如说 某一资产负债表日 该项固定资产 它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随便呢 挑个日子 比如说204年是231号 计税基础 或者206年 计税基础是多少 或者是要求我们来计算一下呢 某一资产负债表日 该固定资产它的暂时性差异是多少 比如说204年 暂时性差异 205年 暂时性差异 或者是 要求我们来计算一下呢 某一资产负债表日 地元所得税负债的余额是多少 比如说203年 地元所得负债的余额 204年 地元所得负债的余额 那如果把这些指标 揉到一起的话 它是可以出一个计算型的多项选词体 然后很少会直接考你第一年 可能考第二年或者是第三年 这样会增加呢 就虚微的增加一点难度 所以教材的这个立体啊 上这个计算表啊 要会填列 啊 会计分路呢 我们要求呢 也会编制的 好 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种情形 那就 第二个支点 就是不确认 地元所得税负债的情况 就说并不是所有的 应纳税 这个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都可以用来确认呢 地元所得负债 那么有些情况下呢 它是不确认的 哪些情况呢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 商誉的初始确认 我们在学习地元长期股天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是接触过商誉的 当我们在学习第四章无形资产的时候呢 我们也讲了商誉的问题 那么商誉呢 它是形成于非同一控下的企业合并 当企业的合并成本 大于呢 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可编任净资产公寓价值的份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差额呢 是要确认为商誉的 但是因为会计和税收的划分标准不同 这一点我们前面也说过 那比如说同控非同控 吸收合并控股合并 还有比如说新市合并 这些都是跨级上的一个概念 税法呢 就是免税合并 印税合并 所以呢 跨级和税收的划分标准不同 那么按照税收法规定 作为免税合并的情况下 如果是作为免税合并 计税时是不认可商誉的资产价值 那既然是不认可商誉的资产价值 那也就是说商誉 那么它的计税基础呢 是零 也就是说免税合并 从税法的角度来说 商誉的计税基础是零 但是商誉它是按照快准则的规定 它是有一个专门价值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商誉的账面价值 大于它的计税基础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 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那么这个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按照第18号准则的规定 要不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负贷呢 这里面呢 我们先给出一个结论 待会呢 结合例题呢 再做一个解释 虽然是形成了一个 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注意了 但是呢 按照第18号准则的规定 我们是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负贷的 下面呢 结合例题来说一下 A企业是以增发市场价值 为一五千万的资深普通股 为对价 购入呢 B企业百分之百的净资产 那就是合并嘛 而且呢 直接告诉你这个合并呢 是吸收合并 就是B企业呢 它要解散了 把B企业的资产负责呢 要纳扰到了A企业的各表中 那么合并之前一些B企业呢 它是不存在关联方关系的 所以呢 根据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两点 就可以判断了 它是属于什么 非统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 那么贾定呢 这项合并 它是符合税法规定的免税合并条件 当然免税还是纳税 说的是这个被购买方B企业 它符合条件 符合免税的条件 而且就与双方呢 也选择了免税处理 那么购买日B企业各项可变资产负贷的购义价值 及其计税基础如下来所示 最简单是做一支条件 因为是属于非统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 那只要是非统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 那只要是非统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 我们前面讲地链上讲过 它的一个经历原理是按照什么 按照购买法 那就说所取得的资产负债都是按照什么 都是按照公允价值呢 来进行入账的 那你今天是按照公允价值呢 来进行入账 所以这个椅子条 这个表格里边的公允价值 实际上呢 也是它的一个入账价值 当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呢 账面价值 因为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进行入账 所以它也是呢 账面价值 那比如说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多少呢 6750 计税基础 因为它是属于免税的合并 这个基底基础实际上还是原计质基础 多少呢 3875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暂时性差异 因为是资产嘛 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资产基底基础 形成是一个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而应付账款这个没有差异 存货 账面价值4350 基础呢3100 所以呢它会有一个暂时性差异 因为是存货嘛 资产 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资产基础 形成的是一个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其他应付款 账面价值呢 是750 计税基础是0 那就是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负债的基础 那么形成的是一个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 750万 应付账款 这个是没有差异的 这是不包括了地盐所得税负债 可变成资产负债的一个供应价值 实际上就相加就是了 那么B企业呢 它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呢是25% 预期呢在未来期间呢会发生变化 那么该项交易中应当确认地盐所得负债 官体的一小问啊 说根据商业资料来计算一下呢 这个商与呢 或者一个金额 那么第二个计算呢 就是要求我们来计算呢 这个地盐所需负债 那么根据所给的相关条件 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应价值 那就是12600 12600万 那么可辨认净资产 这个地盐所得税资产金额呢是187.5 地盐所的资产实际上就是 刚才我们讲这个其他用负款 负债的价值大约负债的基础 形成的是一个可抵购债性差异 750万乘以呢25% 所以计算结果是187.5 那么地盐所的负债计算结果是1031.25 是它4125乘以呢25% 当然这个4125呢 是刚才我们讲的固定资产 硬纳税资产差异2875 还有呢 存货的一个硬纳税资产差异呢 1250 2875加上呢1250 那么计算结果呢就是4125 4125乘以25% 所以地盐所得负债呢是1031.25 那么考虑地盐所得税之后的 可辨认资产负债的供应价值 那就是12600 我加上呢187.5 然后减去多少呢 减去呢1031.2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计算的结果呢 就是11756.25 那么根据呢所给的相关条件 它是购入B企业百分之百的净资产 所以呢乘以呢15比例啊 实际上就是取得了百分之百的一个股权 那实际上的费额就这么多 然后合并成本是作为一支条件的 因为它是定向增发多少 定向增发是1亿股 发行价是15元 一股乘以15元 这个1000万股啊 1000万股乘以15元啊 所以呢这个对价就多少 15000万 所以呢合并成本减去份额 那你这个合并成本减去份额 那你计算的结果 商与呢那就是3243.75 只有刚才我们讲的要计算商与 然后计算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商与占面价值多少呢 3243.75 但是呢 这项合并按照税法的规定 它是符合免税条件 而且双方呢也采取了免税的处理 那监视免税合并 按照税法的规定商与 它的是未来是不能在税前进行扣除的 所以它商与的计算基础呢就是雷 那就是商与的账面价值大于商与的计算基础 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 就会形成一个硬纳税的算性差异 所以呢商与的金额3243.75 但是基础基础是有一个暂时性差异的 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但是呢需要注意这个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注意我们是不再进一步确认所得税的影响 当然对于上面一段话呢 刚才呢我们也讲过 就是因为这项合并呢 它是符合免税合并的条件 而且双方呢也选择了进行免税处理 购买方在免税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有关资产负债 是要维持其原计税基础不变 那今天是维持其原计税基础不变 所以刚才呢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都是乘以呢B企业的适用所得税税率多少 25%不是乘以A企业的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被购买方原账面价值 原账面上呢根本也没有呢商业 所以呢商业的基础基础呢就是0 这里边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 按照的快捷准则的规定 在非同意控制性的企业合并中确认了商业 并且呢按照所得税法规的规定 该商业在初日确认时 继税基础呢等于账面价值 那继续基础等于账面价值 比如说应税合并 那如果是免税合并的话 商业的账面价值 它可这个继续基础呢实际上就是0 那么这个商业呢在后续进展过程中 因为快捷准则的规定和税法不同 产生了一些差异 比如说商业可能发生减值了 那发生减值的情况下 我们肯定是要借记自然减值损失 大计量商业的减值减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要考虑呢 这个所得税的相关的影响 当然刚才呢我们讲的这一集 就是确认一个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3243.75 说不再进一步确认呢 相关的所得税的影响 这里边呢我们做一个解释 那如果说我们假设确认呢 这个地研所得税 因为它形成是一个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然后假设我们是确认所得税的影响 当然是要确认地研所得税负债的 因为它是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那如果确认地研所得税负债的情况下 那实际上地研所得税负债会怎么样 那这个金额呢会提高的 那如果地研所得税负债的金额提高 那么考虑所得税后可编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会怎么样 那么它就会呢 像这样的 合并成倍呢 是不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会导致商与怎么样 这个金额呢会进一步提高的 商与的金额又提高了 它的基础基础又是零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我又需要确认什么 地研所得负债 你确认地研所得负债又会导致 考虑所得税后可编进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怎么样降低 合并成本又不变 所以商与又进一步上升了 它实际上是陷入一个无限循环 所以呢 这就是刚才呢我们所讲述的 那虽然是形成了一个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但是呢 按照准则的规定呢 不再进一步确认 原因就是商与呢 它只是一个调节的金额 调节什么呢 就是份额呀 与我的合并传备呢 要相等 所以呢它是一个差额 那么针对的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做一个小结 就是关于呢 这个暂时应差异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那首先关于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么针对购买方来说 那所取得的可辨认的资产负债 我们先说一下呢 免税合并 而免税合并就是保持呢 这个原资产负债 那么它的原计则基础呢 是不变的 但是又是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所以取得的资产呀 负债呀 那么它的账面价值实际上是按照什么呢 是按照供应价值 以供应价值来作为呢 它的账面价值 但是这个计税基础呢 仍然还是它原计的基础 因为是免税合并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账面价值和计率基础呢 可能会有一个差额 而这个差额需要注意呢 需要确认呢 低延所的资产或者是呢 低延所的负债 我们再说一下免税合并 因为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所形成的商业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 叫它这个利己一样 那账面价值呢 刚才说了 关于商业 那么它的出入计量 如何来进行计算 那就是合并成本减去的合并中 取得被购买方 合并计资产供应价值的份额 差额这一部分呢 我们是作为的商业的账面价值 当然因为是免税合并 那么这个商业的账面价值 在未来是不能在税前呢 进行抵扣的 所以呢 它的计算基础呢就是零 那你账面价值合并基础 比较中间肯定是有个差额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什么 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但是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在该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缺带DX的负担 避免陷入一个无限循环 好 我们再说一下呢 应税合并 那应税合并 就是说在这项合并过程中 被合并帮了消纳税 又因为呢 是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应税合并呢 是适法的规定 非统一控制是快准则的规定 所以应税合并下 那么计税基础呢 我们是按照的供应价值 那你账面价值不也是按照的供应价值吗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所取得的资产呀 负债呀 那实际上账面价值和基础基础怎么样 都是按照供应价值 所以是没有呢 算性差异 我们再说一下商与 在应税合并下 关于商与它的账面价值的计算 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那就是合并成本减去呢 合并争取的备账运方 合并计算的供应价值的费额 你这个合并成本减去这个费额 差过这一部分 当然是合并成本大于这个费额了 差过这一部分呢 是要作为商与的 那么因为是应税合并 那么这个应税合并 那么这个商与 那么在未来 就是我们再比例说 在未来是可以呢 在税前呢 来进行抵扣的 那么既然是未来可以税前抵扣 那么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 资产基地基础 那么它的一个定义 那实际上就是 计税基础等于什么 等于账面价值了 免税合并下 商与是不得在未来进行抵扣的 所以呢它的计税基础就是零 应税合并 商与的账面价值呢 是可以在未来来进行抵扣的 所以它的地理基础和账面价值呢 实际上是相等的 那既然是相等 当然就没有了 暂时应差异的 那么除企业合并以外的 其他交易或事项 如果该交易或者事项 发生时 一定要对它的表述是 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 所产生的资产负债 初始确认金额 与其计税基础不同 那么形成应纳税暂时应差异的 那么按照第18号的规定 那么这样的交易或者事项 发生时 也是不确认的 对它的表述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的交易或者事项 在现实的 就是在实物中的并不多体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考试的时候 也可以作为选择题的一个选项 好 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长期股价投资 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合影企业 投资相关的 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一定要具有它的前例条件 就是说长期五千投资 所相关的这个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那么一般的是要确认 相关的地盐所谓是负债 但是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那么对于投资企业来说 是不确认的地盐所谓是负债的 那么需要同时满足哪两个条件的 第一个条件是投资企业 它能够控制暂时应差异转回的时间 就是说投资企业它有能力转回 第二点 该暂时应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那即使有一个暂时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投资企业可以运用自身的影响力 来决定暂时应差异它的转回 因为它是可以有这个能力 如果不希望其转回 那我在可预见的未来 该项暂时应差异它不会转回 那如果说不转回的情况下 对未来会产生一个影响吗 当然不会 那既然不会对未来期间的计算成了影响 当然就不需要确认相应的地盐所谓负债 一定要注意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那么以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相关的 应当是暂性差异 我们是不确认的地盐所谓负债 那为什么不确认原理搞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采用群义法合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计税基础和账面价值产生的有关暂性差异 是否确认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那么应当考虑 这个投资者那么他的一个持有意图 如果是准备长期持有的情况下 对于采用群义法合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确认的所得税影响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确认的所得税影响 二某一新年的月一号义公司的资资扩股 价格公司出资450万元取得义公司的30%的股权 并能够对其实施重大影响 30%的股权重大影响 价格公司投资日义公司可边境资产的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均为1600万 二某一新年义公司实现经历利润是900万 其他综合收益是增加120万 假公司逆长期持有对义公司的投资 逆长期持有是关键词 而在假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是百分之二数不考虑的其他因素 说下来各项关于假公司二某一新年对义公司投资相关会计处理的表述 正确的是哪一些 初始投资成本呢是450万 当然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因想有被投单位可边境资产的供应价值是多少呢 那就是480万 那就是1600万乘印了30% 所以呢初始投资成本是小育呢 因想有被投单位可边境资产供应价值到费额 差额呢是要进入到100%收入 我们看一下选项A他的表述是不正确 那么按照实际出资额来确定了这个义公司 这个对义公司投资的入账价值 这里问的是入账价值 那入账价值可不是按照实际出资额 因为他的实际出资额是多少 实际出资额是450万 而他的入账价值是多少 你确定完初始投资成本之后 你还要考虑一下需不需要对这个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调整啊 这一点我们在学基督章是讲过的 英详的飞额计算结果是480万 1600乘130 所以我们需要对初始投资装备呢要进行调整 那么调整之后呢 这个长期股间投资 那么他的入账价值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480万 所以选项A呢 那么他的表述就不正确 好我们再说下选项B 这样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的 应想有以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份额 是要确认为投资收益 当然选项B呢是明显不正确 按照持股比例计算 应想有以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份额 是要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不能进入到投资收益 选项C 投资实际上实际出资额 应想有以公司可变进资产费额之间的差额 所以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选项C 那么他的表述也不正确 那么你这个实际出资额是多少呢 是450万 那么应想的费额是多少呢 是480万 那差额是要进入到影院收入的 不是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选项C呢 说往错了 说往的不正确 我们再说选项D 对以公司投资年末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不同 所产生的应纳税暂行差异 那么不应确认的 递言所得税负债 那么选项D 那么他说法是正确的 因为假公司是一长期持有 按照刚才呢 我们所讲述的 采用全英法核算的长期股价投资 计税基础和账面价值不同 所产生的暂行差异 如果是准备长期撤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确认相关的所得税负债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是不确认递言所得税负债的 所以经过分析我们这一题说法 正确的应该就是选项D的 比C的表述是有问题的 好我们再试一下 2016年计算分一题部分 涉及到了刚才我们所讲的 长期股价投资 那么这其他的问题呢 就是根据上书资料 说明假公司长期股价投资 嫌疑法下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是否产生暂时性差异 如果产生暂时性差异 那么还要说明是否应当确认 DN所在资产或DN所在负债 而且是要说明领夺的 假公司使用所得税 以后期间不会变革 未来期间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由于抵抗可抵抗暂时性差异 阿摩15年年初DN所在资产的 占面余额是100万 DN所在是负债的 占面余额是0 然后不存在其他未确认暂时性差异 影响所得税的事项 阿摩15年假公司发生下来交易事项 及跨期处理与所得税 法规规定存在差异 当然我们是集选自计算分析的部分质量 假公司协议公司30%的股权 而且是具有了重大影响 才有缺乏计算 初始投资成本告诉你的 初始投资成本就是1000万 那么截止阿摩15年是2月31日 假公司该向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1900万 其中因为以公司阿摩15年实现净利润 假公司按照储物比例计算 增加了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是300万 因为以公司持有以供应价值计量 及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税的金融资产 所产生的其他综合税增加 假公司按照持股比例计算 增加了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80万 其他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调整 系按照持股比例计算 想要与公司以前年度的净利润 假公司计划于阿摩16年出售了该股权投资 但是这个出售的计划他还没有经过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 税法规定 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是免税的 然后根据上述资料来回答的以上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说明假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和基地基础不同是否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那么假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呢 是做一只长期 有1900万 计税基础呢 仍然是他的取得成本 那取得成本是多少呢 是1000万 那也就是说他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所以呢是存在的一个暂时性差异 但是不确认的电源所在负债 说为什么不确认电源所在负债 还是刚才呢我们所讲述的 因为假公司他仅仅是逆于出售 这个逆于出售呢 并没有经过董事会或者是呢 股东大会的批准 也就是说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还是处于一个什么 逆长期持有的状态 如果是逆长期持有 那我刚才我们说了 群义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是准备长期持有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确认的所得税影响的 所以呢自然就不确认的电源所得税 这是一万年度呢计算非议题 要求呢做出一个判断说明 好我们再说一下呢 关于地盐所得税负债的计量问题 地盐所得税负债 满足条件 这个应纳税暂时应差异满足条件 按照第18号准备的规定 我们是要确认一下的地盐所得负债 那地盐所得负债怎么计算呢 我们是根据的应纳税暂时应差异呢 是乘以所得税税率 那关键的问题是 这个所得税税率你怎么确定 我们看一下准备的规定 资产负债表示对于地盐所得负债应当的税法的规定 一定要注意 我们是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者是 偿还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的税率呢 那经济量问题 一定要注意 我们是按照预期的这个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而不是按照我们当期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所以这边又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解释 就是地盐所得税负债应当是相关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转回期间 这个转回期间 按照税法的规定呢 所适用的所得税率 所以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地盐所得资产地盐所得负债 我们在进行计量的时候 一定是乘以未来期间 未来转回期间的那个适用的所得税率 不是乘以呢 当期的所得税率 一方面呢 就计算了 一方面呢 就它的表述 像刚刚的这个特殊颜色标注的部分 可以直接拎出来 然后作为选择体的这么一个选项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点 注意了 不要求呢 进行折现 比如说无论呢 应拿去散行差异 那么转回的期间如何 可能说三年四年五年之后再进行转回 你不要考虑呢 货币时间价值的问题 所以呢 相关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一定要注意呢 是不要求折现的 当然我们后面呢 也会讲到地盐所得资产 当然也是呢 不要求呢 来进行折现 好我们再说一下呢 关于第二点 地盐所得资产的确认和这一点 先说一下呢 这个确认的一般原则 对于地盐所得资产呢 它是产生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确认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产生的地盐所得资产 我们在确认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 它是有一个要求 要求就是 要以未来期间 能取得的 硬纳税所得额为限 来确认呢 地盐所得资产 那也就是说 你不能直接 给你这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直接乘以实用税率 所以就给它确认为 地盐所得资产 你还要考虑一下 你未来是否能够产生 足够的硬纳税所得额 来充分的利用这个可抵扣呢 暂时性差异 所以这句话呢 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转回到未来期间内 如果企业无法产生 所得额 用于利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响 那使得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相关的经济利益呢 它就无法实现 如果无法实现的话 那就不会导致未来所得税的 一个什么少交 那么在这种下 根本它就不符合 也就是说 它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不能带来经济利益 那当然不能作为资产来确认 所以结论呢 那就是不应当确认 地盐所得资产 当然这也是呢 地盐所得资产确认的前提条件 地盐所得资产确认的前提条件是 就是未来转回期间 要能够产生的 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来利用的 这个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 那如果企业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其余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转回期间 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进而利用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就是说会导致呢 未来所得税的一个少交 少交所得税嘛 是一个间接的经济率的流注 所以呢 是可以呢 确认为呢 地盐所得资产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以 可能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违 一线来确认呢 相关的地盐所得税所得额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呢 它的表述 如果出现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那这个资料里边呢 一般都会告诉你 未来期间 假设该公司呢 未来期间 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于利用呢 这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所有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你就可以大胆的 给它确认为呢 地盐所得的资产 就可以了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它的表述 那么对于子公司领解合营企业 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那今天来说呢 就是以长期股权投资相关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如果是同时满足下来两个条件 结论是应当要确认 地盐所得税资产 第一个条件是 暂时性差异呢 在可预见的未来你要能够转回 而且未来很可能获得 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 应纳税所得额 第一个是很可能产为 第二个呢 可以利用 就是未来它能够产生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 来充分的利用这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好 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那么与子公司的 因此相关的股权投资 那么这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呢 我们是可以给它确认为 地盐所得的资产的 那么按照税法的规定 可以截转以后年度的 未弥补亏损 还有呢 税款提及 一定要注意 前提条件呢 是按照税法规定可以截转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试图呢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当然我们在预计 可利用未弥补亏损 或者是税款几减的未来期间内 要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这个未弥补亏损 税额减 你才满足 刚才我们讲的地盐所得的资产的 确认条件 你才能把它确认为 地盐所得的资产 虽然未弥补亏损税款 第一点我们前面讲过 是适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但是这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它是否真的能够确认 地盐所得的资产 还需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未来期间 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 来充分的利用这个 或者用以利用的这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所以我们应该是以很可能取得的 硬纳税所得够一些 然后来确认了相关的地盐所得的资产 当然同时呢 对的就是所得税费用 同时减少了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我们再说一下呢 不确认地盐所得的资产的投入情况 那某些情况下 如果企业发生的某项交易或者事项 不是企业合并 那并且交易发生时 既不影响快据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而且该向交易中所产生 资产附带的初始确认机构 和基确基础不同 这样子所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那么按照第18号准则的规定 我们是不确认相应的地盐所得的资产 那么后面呢 我们会举个例子 这里边呢 我们再做一个相机 就是我们在确认地盐所得的资产和地盐所得是负债的时候 那么对应的是什么内容 实际上前面呢 我们也提到过 那么还是那句话 中瓜得瓜 中度得多 那如果产生暂时性差异影响的是利润总和 就是你这个暂时性差异影响的是利润总和 那你相关的地盐所得的资产和相关的地盐所得的负债 那对应的科目呢 那自然就是所得税费 那如果这个产生暂时性差异影响的是其他中国收益 由于跨地政策变更前期差速更正所形成的 那么这样的地盐所得的资产地盐所得的负债对应的科目呢 就是留存收益的 比如说银工机 还有呢利润分配的 会分别利润 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也是提示我们 关于所得税呢它是可以结合呢 差速二块政策变更 或者是我们后面要讲到 这个第24章 就是前期重要的差速更正 它是可以呢出现在综合体中的 那么针对呢 刚才呢我们所讲的不确认地盐所得税的投入情况 这是准则的一个相关规定的表述 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呢相关例题 A企业进行内部研究开发所形成无形资产成本呢是1200万 那么按照税法的规定可以未来税前扣除的金额呢是2100万 因为它是存在一个加计扣除的问题 那么记税基础呢那就是2100万 好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记税基础是多少呢是2100 那就是资产的账面价值小几资产基础 这样形成一个可抵扣赞性差异 但是这个可抵扣赞性差异 按照第18号证则的规定呢 我们是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的 说为什么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么上述内容呢给出了一个说明 因为该无形资产并非产生于结合并 那么同时初始确认时 既不影响呢 也不影响应该是所得税 那么确认其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所产生的赞性差异 那么所得税的影响 那如果说你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的情况下 就需要调整这个资产利质成本 简单来说如果你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的情况下 那你对应了这个科目 你只能是无形资产 那你对应的科目如果是无形资产 就相当于调整了资产利质成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初始确认呢 我们是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就是我们讲初始确认 初始确认时 它是形成一个可抵扣的赞性差异 会导致一个未来所得税的少钱 但是呢没有对应的科目 如果有对应科目那只能是无形资产 你相当于调整它的利质成本上 就违背了这个利质成本的计量属性 所以呢这个第十八二者这些规定 该种情况下我们是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的 这笔业务呢比较特殊 不要给它记错 我们再说一下呢 关于地盐所得税资产的计量问题 首先是税率那么它的一个确定 那么这个税率呢可不是当期的所得税税率 我们是采用转回期间的适用所得税税率 这一点呢非常重要 和我们刚才所讲的 地盐所得税资产的计量规定是一样的 都是按照转回期间的所得税率 都不是要诚意的当期的所得税率 那除非假设转回期间和当期的税率呢 是同一个税率 那么第二点呢也是一样 就是不要求呢 不要求经营折性 那就是说无论相关的科地侯资产 差异它转回的期间如何 到底是三年转回还是五年转回 我们不考虑呢货币实验价值的问题 均不予以折现 所以呢关于地盐所得税资产的计量 和我们刚才讲的地盐所得税资产的计量 那么快诊息的规定呢可以放到一起呢 来进行比较好备策 我们再说一下呢 关于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复合问题 那么对于地盐所得税资产呢 我们是应当呢要进行复合 就是没得选 那么复合的结果是 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取得 足够的硬纳税所得额 又以利用的科地侯资产的差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上 我们是要检记地盐所得资产的 专门价值最大的表述 当然你在检记地盐所得资产专门价值的时候 那对应的内容是什么呢 然后准备又说了 出原确认时进入所得权益的地盐所得资产 那么这个检记的金额 进入到所得权益之外 那其他情况是要增加当期的所得费用 那也说我们在检记地盐所得资产的时候 一方面呢可能是要进入到所得权益 那其他处置这种情形之外呢 其他的我们是要进入到当期的所得费用 我们再看第二点 因为无法取得足够的硬纳税所得额 利用的核底购占性差异 而减少地盐所得资产专门价值的 那如果以后期间 那么根据复合的结果 我们这一年呢可能就说 无法产生足够的硬纳税所得额 就今年估计 未来无法产生足够的硬纳税所得额 所以我们检记了一部分地盐所得资产的上面价值 但是到了第二年呢 我们又开始进行复合了 那复合的结果是说以后期间 又能够产生了足够的硬纳税所得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结论是要恢复地盐所得资产的上面价值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的它的一件项目表述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这么一个大选字体 假公司使用的所得额率呢 是25% 假公司2019年分别销售AB的产品 那分别是2万件还有4万件 销售单价呢 分别是100元和50元 假公司向购买的承诺提供产品 售后两年内的免费保修服务 预计保护期间将发生的保修费用呢 是销售额的2%至8% 而且呢 该区间内各种概率发生的可能性呢 是相同的 那么结合一下呢 我们前面所讲的货物质量准则 那么存在的一个区间 而且区间内的各种 而且这个区间内的各种概率呢 它是一个等概率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按照的最可能发生的金额 来做预计负债 那么它的初始竟然金额 这是关于呢 2019年 2019年实际发生保修费用呢 是10万元 2019年1月1号 预计负债的年初数是6万元 这位产品呢 所计题的保修费用 事法规定 与产品收获服务相关的费用 只有在实际发生时呢 才允许的时间扣除 因为这个扣除呢 一般都是按照这个收付实限制 那么假公司 2019年年末 应该实际上应当确认的地盐所得税 资产的余额是多少 要求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地盐所得税资产的余额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计算一下 那就是2019年的12月31日 这个预计负债呢 它的期末证明价值是多少 期末是我们自然是 根据期出加本期增加点 本期减少 这是期末说的 所以2019年年末 预计负债的证明价值 它的期出呢 是6万元 这是条件 然后再根据呢 本期所计计的预计负债 因为它是存在着一个区间 而且呢是等概率的 所以呢就根据呢 2万乘以100 加上4乘以呢50 然后呢是2%加上8%等概率的 我们是取上下线的中间值 所以2%加上8% 但是根据呢 所给的相关条件 实际发生多少呢 10万元 所以呢期出呢 将来本期增加呢 减去本期减少了 所以2019年预计负债的 占面价值多少呢 是16万真没问题 那么再结合一下 我们前面所讲述的 关于负债的积累基础 负债的积累基础 是等于负债的占面价值减去 未来期间按照税法的规定呢 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金额 因税法规定了 你未来在实际发生时 是可以扣除的 所以呢它的寄税基础呢 那就是0 那负债的占面价值 计算结果呢是16 计负基础呢是0 那有负债的占面价值 大于负债的计质基础 这样呢会形成一个 可抵购债性差异 那就说2019年12月31日 可抵购债性差异的余额 是多少呢 是16万 然后再存一呢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那有25% 所以呢这个DN所谓的资产 那么它的余额呢 计算结果呢 就是4万元 所以呢我们这里的正确选项呢 自然就是呢 必选项 这边呢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本节的第三个指点 涉及DN所得税的信任和记忆的 我们先说第一项内容 与直接进入所有权益的交易 或者实际相相关的所得税 那么按照第18号证则的规定 与当期及以前期间 直接进入所有权益的交易 或者实际相相关的 当期所得税 及DN所得税 那么按照第18号证则的规定呢 我们是给它直接就到了 所有权益的 那么这一项规定呢 我们要求呢是要背诵的 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 众斗得斗 众瓜得瓜 一定要对这个当期所得税 或者是DN所得税 它是与谁直接相关的 那么直接进入所有权益的交易 或者事项 那主要包括哪些 那么第一项是 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的追溯调整法 或者对前期插索工程 采用的追溯重塑法 调整期出流存收益 那就说调整离 期出流存收益 那你相关的所得税的影响 也是要进入到流存收益 那比如说员工机 利润分配呢 还有未分利润 那主要这一句话呢 也是提示我们 那么后面我们再讲述 第24章的时候 像会计政策变更 还有呢前期插索工程 它是可以结合所得税的相关内容 出现在的主观题中 这一点呢 我们要求务必呢 引起高度重视 好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事项 以公允价值计量体系变动 基于其他综合收益的 集中资产 公允价值的变动金额 那么前面我们在学习 第13章的时候讲过 那么针对呢 该类集中资产 公允价值的变动呢 是要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你相关所得税的影响 也是要进入到呢 其他综合收益的 我们再看第三项 那么同时包含 负载及权益成分的集中工具 那么在初始确认时 进入到呢 这个所有权益的 那今天是进入到所有权益的 它属于一个 我们讲的复合集中工具 那复合集中工具 先进行分拆嘛 先分拆负载部分的 然后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 权益部分的 那你今天是初始确认时 进入到所有权益 那你相关的所得税的影响 也是要进入到呢 所有权益的 再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第五章 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针对呢 自用房地产 或者是呢 作为存货的房地产 然后转换为呢 以供应价值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而且转换时的供应价值呢 是大于转换日的账面价值 差额 是一个代方差 代方差 代什么呢 代其他综合收益 那你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也要进到哪里面去呢 当然也是提示我们关于所得税呢 它也是可以结合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来进行出题 当然这些内容呢 务必呢 要给它备送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特殊事情 与企业合并相关的电源所得税 那么在企业合并中 对于购买方所取得的 可抵抗占性差异 这里面举个例子 比如说购买日 取得被购买方 在以前期间所发生的 未弥补亏税等 可抵抗占性差异 按照税法的规定 是可以用于 检减以后年度的 印纳税所得额 但是在购买日 要注意的 它不符合 电源所里资产券条件 不予以确认 那就说 对刚才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 那就说在购买日 我们是不确认的 那么购买日后的12个月内 如果说取得新的 或者进一步的新的表明 购买日的相关情况呢 已经存在 那么预期被购买方 在购买日 可抵抗占性差异 转回的 这个差异 带来低利 它如果是能够实现的情况下 那么结论 应当要确认 低岩所里资产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还要同时减少商欲 那你确认低岩所里资产 借低岩所里资产 然后充减商欲 带商欲 但如果商欲不足充减 怎么办呢 商欲不足充减的情况下 然后代方呢 是要确认当期损益 那差额要记录到了 所得税费 那么除上书情况之外 购买日后超过12个月 这是我们讲第一 二 在购买日呢 不存在相关情况 但购买日以后出现新的情况 就是说这两种情形 如果符合了低岩所里资产的 确议条件 那么我们在确认 与结合并相关的低岩所里资产的时候 我们是要旧到了当期损益的 然后呢 不得调整商业的金额 那就借记的低岩所里资产 代记呢 所得税费用 那么下面呢 就结合一下 我们教材这个例子 来说一下呢 与结合并相关的低岩所得税 如何来进行确认和计量 假公司是于2008年的11号 购买一公司的80%都不绝 然后告诉你 形成的是非同一控制下的 结合并 因为快准则规定 与适用税法规定的快率处理不同 这个税法规定的处理方法不同 那么在购买日产生可抵购占性差异呢 是300万元 购买日形成一个可抵购占性差异300万 然后假定购买日及未来期间 适用的所得税率呢 都是百账数 首先购买日 那么在购买日 因为预计未来期间 无法取得足够的应拿税所得税 所以呢 未确认呢 与可抵购占性差异相关的低岩所里资产呢 是70万 所以呢就是没有确认 为什么没有确认 告诉你 那购买日呢 就是确认的商与的事物是吧 这些都是作为的一日条件 那么在购买日后的6月 结合一下刚才我们所讲的购买日后的商业 那如果是购买日后的6月内 那么假公司一计呢 能够产生足够的应拿税所得税 又以抵购呢 结合并是所产生的可抵购占性差异的300万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 是不是在12个月之内 那么第二点 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这个事实在购买日是否已经存在 当然按照这一题来说 他假设这个事实呢 与购买日呢 已经存在 所以呢一个是时间的问题 一个是相关性的问题 这个事实在购买日是否已经存在 如果已经存在 那好这两个条件呢 同时满足了 那么假公司呢 那应该做如下的商务处理 那就是300万乘以所得税率多少呢 2% 计算结果呢 那就75万 所以呢是借记低延所得资产75万 那要充减商业 那商业多少呢 那就是50 商业50万 那如果商业不足充减的话 那既有当期损益的 所以我们是大计呢 所得税备用的25万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情况 说假设在购买日后的6个月 购买日后6月是在12月之内的 假公司根据新的事实 预计呢能够产生足够的应当日所得过 用于抵扣的企业合并 是所产生的可抵扣算性差异 但是他说了 这个新的事实与购买日呢 它并不存在 那么在购买日不存在的情况下 它就不会影响商业啊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确认低延所的资产来说 你又不能充减商业 所以呢我们是借记低延所的资产代计呢 所得税费用呢 是75万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确认商业 首先时间要满足 一定是购买日后的12个月内 还要同时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该事实在购买日已经存在 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我们在确认低延所的资产来说 你是可以充减商业的 否则是不能充减商业 所以你不能仅仅只考虑呢 时间这一个条件 还要考虑呢 是否具有相关性 就是说这个事实在购买日 它是否存在 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情形 虽然是在12月内 但是呢 它在购买日不存在 所以呢 我们在确认低延所的资产的时候呢 是不能充减商业的 所以两个条件呢 必须呢 要同时满足 我们再看一下呢 第三个特殊的事项 就是以股份支付相关的 当机集低延所的税 当然这一点呢 也是提示我们 就是关于所的税呢 它是可以结合股份支付呢 来进行出题的 那么以股份支付相关的支出 在按照快据准则规定 确认为成本费用时 其相关的所的税的影响 那么这个所的税的影响 应当区别于税法的规定呢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如果税法规定 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支出 不允许税前扣除 今天不能扣 以后期间也不能扣 不允许税前扣除 那么不允许税前扣除 那就不会形成一个暂时性差异 因为它不会对未来的所的税呢 承认影响 当然就不会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如果税法规定 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支出 允许税前扣除 刚才讲的是不允许扣除 不形成暂时性差异 那如果允许扣除呢 那如果允许扣除的情况下 那么再按照快计准则规定 确认成本费用的期间内 那么企业应当根据 跨计期末取得的信息 来估计可税前扣除的金额 计算确定其计税基础 以及由此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那么在符合确认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确认了相关的点所的税 那么针对这一点呢 实际上教材呢 又新增了一部分的相关的表述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关于股份支付相关所的税 那么它如何来进行处理 新增的这部分表述 那么根据的相关税法规定 对于富有业绩条件 或者是呢 服务条件的股前激励计划 它说是业绩条件 或者是呢 服务条件的股前激励计划 第一点 那么其按照快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确认的成本费用 在等待期内 注意了 是我们讲的税法的规定 你快计则所确认的成本费用 那税法规定了 在等待期内 你是不能在税前扣除的 说在税前不能扣除 那么这个等待期内不能扣除 那过了等待期 是不是可以扣除呢 我们接着往下扣 那么等到股前激励计划可行权时 然后呢 按照税法的规定 方可抵扣 就说在什么时点 按照税法的规定 你可以抵扣了 那就是这个股前激励计划 可行权的时候 是可以抵扣的 那既然是可以抵扣 那么这个可抵扣的金额 应该怎么进行确定呢 就要被送的 那么这个可抵扣的金额 不是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 在等待期内 你所确认的那个成本费用 税法规定了 这个可抵扣的金额是 这个可抵扣的金额是一个差额 什么差额呢 告诉了 是实际行权时的 股票的公允价值 与激励对象所支付的行权金额 致敬这么一个差额 那比如说实际行权时 股票的公允价值 我们假设是100万 激励对象在行权时 所支付的这个行权金额呢 比喻说是50万 那对于激励对象 所支付的这个行权价值 是相当于企业发行股票 这一部分 这个5万就相当于增发股价 然后取得是50万 当然企业呢 这中间还是多付了一个什么 50万 多付的50万 是法规定 它是承认的 所以呢 是根据着实际行权的股票的 供允价值 减低励对象 支付的行权价格 就是说这一部分 中间的差50万 是你企业的实际支付的部分 就是说你确认的 并不是100万 因为你还收到50万 那么这个差额呢 按照税法的规定 是作为可抵扣的金额 一定要注意了 对于富有业业条件和服务期限条件的股权经理计划 在什么时点可以抵扣 那么抵扣的金额怎么确定 所以呢 对于企业未来可在税前抵扣的金额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差额 与按照会计准则在等待期内所确认的成本费用的金额 可能会存在一个差异 有金额不相等会存在一个差异 那么企业应当根据期末的股票价格来估计呢 未来可以在税前抵扣的金额 就是应当根据未来股票价格来计算这个差额 这个差额就是我们讲的可抵扣的金额 当然是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 应纳税所得额为限来确认的相关的低延收集资产 这一点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就你要想确认低延收集资产实际还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以未来期间事物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以抵扣可抵扣资产差异 那么此外 如果预计未来期间可抵扣的金额 如果超过了等待期内的成本费用 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述的 就是说 刚才我们所讲述的差额这一部分 如果这个差额超过了等待期内 按照快诊则的规定所圈的成本费用 那么超出的部分 形成的低延所得税的资产要注意了 超出的部分形成低延所得税的资产 我们是要记录到的所有权益的 那就是我们要记录到资本攻击等其他资本攻击 那没有超过 没有超过就不会涉及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那么下面我们就结合了证监会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快诊则20C 2020我们来说一下呢 今年新增部分这一部分 它的核心要点在什么地方 A上市公司呢在2017年的1月1号 是授予职工呢 是1000万份限制性股票期权基地计划 那我们服务期限呢是两年 A公司预计呢 1000万份限制性股票在两年后均可行权 那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是每股10元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个限制性股票 它的行权价格呢就是10块钱 A公司股票在授予日的上价格是每股18元 那经测算 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呢 是每股9元 当然限制性股票呢 首先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股份支付章节 这个是属于呢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么假定呢 A公司是满足 地盐所得税资产的调限 要直接告诉你它满足 地盐所得税资产的调限 就是说未来能够产生足够的应当二十所得额 用来抵扣呢 可立刻暂时的差异 而且假设 使用所得数率呢 是2% 问题是A公司应该如何核算 这个股权激励计划的地盐所得税的影响 那么在某17年的 那123是A公司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的快力处理 这个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股份支付章节 那就是根据的授予职工一共是1000万份 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按照授予日的供应价值来进行确定 多少呢是9块钱 这个是授予日条件 服务期限呢是两年 没有其他条件 所以呢在2057年 就是第一年 那就1000万份 乘以了授予日的供应价值的9块钱 然后我们再乘以了这个服务期限条件 就是时间 然后乘以了二分之一 那所以呢是借记管理费用大计资本攻击呢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个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我们假设呢A公司的股票在RM17年的12月31号 它的市场价格呢是每股17块钱 A公司估计未来可税前扣除的金额是多少呢 是未来税前可扣除的金额呢是每股7元 说未来税前可抵扣的金额怎么确定呢 刚才已经说的是两个之间的差额 是根据呢实际行权时的股票贵价值 我们假设是RM17年12月31号 那么它的股价是多少呢 就是已知场价是每股17块钱 那就是17减去呢 基地对象的行权金额 因为它的行权价格是每股7块钱 那就是17减去的10块钱 所以差额呢是7块钱 所以A公司估计未来可税前扣除的金额呢是每股7块钱 那未来可税前抵扣的总额那就7000万 一共它是增发了1000万费现实性股票 所以1000万费呢乘以期计算结果是7000万 那么A公司确认地盐所得税的跨际处理如何 借记地盐所得税资产 大地呢所得税费用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给它进入到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呢 按照刚才呢我们所表述的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呢 把这个超出的部分我们是给它进入到的所有权益 就是你预计未来期间可抵扣的金额是多少呢 是7000万 等待期内所确认的成本费用估计是多少 是9000万 你7000万怎么可能超过9000万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没有超出的部分 没有超出的部分 你就不要再说再给它救到的资本公积呢 其他资本公积的 所以我们是拿7000万和9000万来进行比价的 所以7000万呢 当你要考虑的这个时间全数了 要乘以呢 因为它是第一年嘛 所以乘以二分之一 当然使用所的这率是多少呢 反账数 所以我们是借记的低限所理资产 待机呢所需费用 好时间来到了二某一八年 二某一八年A公司 确认股份支付的快递处理如下 然后是借记的管理费用待机资本公积的其他资本公积 人数还是这个数量还是1000万份 还是按照授予日的公移价值9块钱 累计应该确认是多少呢 是9000万 但是在二某一星已经确认多少了 4500万 所以二某一八年按照快递准则的规定 A公司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的金额呢 应该是4500万 所以借记管理费用待机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那么假设A公司股票呢 在二某一八年的12三季 它的市场价格现在是22块钱每股了 然后A公司呢 估计未来可税前扣除的金额是多少呢 是每股12块钱 所以这每股12块钱怎么进行计算呢 是根据它的市场价格22减去行钱价格10块钱 而每股呢 是可以在税前扣除多少呢 就是估计未来可税前扣除金额呢 是可以按照每股12块钱来进行扣除 那未来可税前扣除的总额是多少 一亿两千万 还是一千万份吗 然后乘议呢 乘议是一亿两千万 那么根据这个计算的结果 A公司估计未来可税前扣除的总额是多少 一亿两千万 那么等待期内所签的股份支付只有多少 只有九千万 一亿两千万它肯定是超过了九千万 所以呢 超出的这一部分 所形成的地盐所议资产 按照刚才我们讲的准则的规定 是要给它直接记录到的所有权益 超出多少 超出三千万 你在考虑所的这些影响能成一半仗数 所以我可以记录到资本公积呢 其他资本公积 所以呢 在阿姆18年的时候 31号 是借记呢 地盐所的资产 一亿两千万成亿呢 半仗数 这是累计数 但是阿姆17年 已经签计多少了 875 所以呢 所以呢 要把这个应有数 就是已有数 要调整为呢 应有数 所以还需要调整 借记呢 地盐所议资产 然后代记呢 所得税费用 代记所得税费用 那就九千乘亿的百价数 减去呢 八百七数 那么对于超出的部分 这一部分呢 我们是给它确认为 或者是记录到的所有权益里面去 所以我们是代记呢 资本公积呢 其他资本公积 所以对于刚才呢 我们所讲说的 就是关于呢 这个新增部分 那么它的一个规定呢 我们要求呢 是要备送的 就是可抵扣的金额 怎么计算的 然后这个可抵扣的金额 然后一等待今天的成本 非有金额呢 还要进行比较 那你超出部分的所得税的影响 是要进入到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那没有超出 当然是不需要进入到资本公积呢 其他资本公积的 我们要求结合这个案例呢 来转过一下呢 今天我们本章呢 新增的这一部分呢 相关内容 我们再看一下呢 第四个支点 适用税率变化 对已经确认的DNS的资产 和DNS的税负债的影响 这里边呢 我们先把这项规定呢 给大家呢 说一下 当然这个具体的案例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 就结合2018年的综合体 2018年的综合体 是意到这个支点的考核 就是关于呢 适用税率的变化 然后对已经确认DNS的资产 和DNS的税负债的 这么一个影响 那么按照呢 第18号准则的规定 因为税收法规的变化 导致企业在某一块链期间 所适用的 所得税率呢 如果发生变化的话 所得税率发生变化 企业应当对已经确认的 DNS的资产 DNS的负债 需要按照新的税率呢 要进行重计量 这些话实际上 没什么难理解 当然我们在进行 重新计量的时候 那么除了直接进入 所得的权益的 这些事项产生的DNS的资产 DNS的负债 进入到所得的权益之外 那么其他情况下 因为税率的变化 而调整的金额 我们是要确认为呢 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就是说你重新来 调整DNS的资产 或者DNS的负债的负债 他们的价值 比如说调整DNS的资产 那肯定是要借记DNS的资产 那带什么呢 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 你要带记所得税费用 那你比如说你调增 DNS的资产 那带着DNS的资产 那借什么呢 除了这种情形之外 就要所得的权益之外 那我们就借记了 是所得税费用 所以对于适用税率发生变化 对于已经确认DNS的资产 DNS的资产 那么它的影响一定要注意 在什么情况下 需要进行重新计量 如果需要重新计量的情况下 那你调整的这个DNS的资产 DNS的资产 所得的负债的金额 那么对应的科目 应该借到哪里面去 那有些呢 是借不到所得的权益的 那有些呢 我们是借不到所得的费用的 所以呢 这项规定的 我们要求呢 是要被送的 那么关于本堂第二讲呢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